3月11日,记者报道,董捷王大志2月初在海南相会 两人来到了海口大学附近的一处公寓小区 直到深夜,未见二人离开该小区 他们不住酒店,返夜宿民居 本有绯闻在身的他们顶峰密会 董捷的这段地下情也开始浮出水面 事情被报道之后,董捷方面一直保持沉默 王大志更是坚持那段时间正在拍戏,不可能分身 随后,王大志的情史也再度被挖掘出来 遭爆料,王大志的前一段婚姻只坚持了一个月就以离婚收场 随后,记者更是拍到他们在一起的决定性画面 董捷王大志两人深情拥吻的画面直面出卖了他们的亲密关系 不知两人看到如此画面会有什么回应呢